同志们 我一直说牛市还在 那是因为真的在 你看大盘节度调整之后 一口气连上了7个台阶 现在3500高地 似乎就在不远处 大家根本用不着去担心短期的回调风险 那都是小场面 真正能影响咱们是大洋比万 还存在一个足以影响全球的定时炸弹 那就是美国股市 同志们 美股最近的行情之好 好的 让我害怕 害怕它随时会脆弹 因为现在美国股市的行情分化现象 已经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 表面上苹果 微软这些大公司 天天都在刷新股价 历史新高 歌舞升平 但我问 要是揭开表面的光纤之后呢 实话告诉各位 惨不忍睹 这三条曲线就足以说明一切 今年他们最出名的五大科技股 苹果 脸 威亚 走出了一段高高在上的独立行情 但是除开这股价呢 标普500当中剩下的495家公司 今年全部在水面之下 同志们 这就是危机信号啊 领头的涨上上了天 剩下的还在地下一动不动 上一次出现如此巨大行情落差的 还要追溯到1999年 而当天啊 肯快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科技股 后面事件 纳斯达克直接从5000点跌到了1000点 同志们 虽然现在A股也有高估的板块 也有被低估的行业 但二者之间啊 分化情况比起美股来看 那简单太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享受上升行线的同时啊 也一定要时刻注意老美那边的情况 因为一旦美股出现了崩坛迹象 那咱们难免会受到一些冲击 而到时候谁的仓位更灵活 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这是所谓啊 大谈喜音七连红 切莫无脑望前冲 美股暗藏新风险 小心满仓 一场空 好了 我是诚哥 赶紧上车